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影人注目的IP有消息 来自山东的爱维爱夫医院正准备在港交所上市 这家专注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 在过去几年中成功驻产了3.6万名试管婴儿 背后的生育现状数据更是让人深思 接下来北京市最近发布了楼市新政 非经级家庭购房的社保年限要求大幅降低 这一政策引发了购房者的极大热情 短时间内咨询量激增 大家都想发出这个机会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监管消息 知名机构巨风投雇因为多项违规行为 被北京政经局责令暂停新增购物3个月 这也提醒我们在投资时 到多家详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详心 网易报道了中国民营辅助生殖医院 艾维艾夫即将上市的消息 标志着社会生育话题的焦点再次被聚焦 根据招股书 据显示中国新生儿人口持续下降 与不孕症的增加 尤其在2022年 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出生率骤降至0.6%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 国家推出了三胎政策以及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措施 促进了对辅助生殖服务的需求增长 艾维艾夫以其3.6万名试管婴儿的成功案例 正站在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的交汇点上 估值接近30亿元 艾维艾夫的创始人任集中的故事充满了跨界与坚持的精神 作为一名60后会计 任集中在经历了多次职业转型后 最终选择进入辅助生殖行业 他在2006年放弃了稳定的职位 投身于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 经过多年的努力 艾维艾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家医院 成为中国民营RRT服务提供商中的脚脚脚 斩脚者展现了他对生育事业的坚持与热情 在财务表现上艾维艾夫表现稳健 收入逐年增长尤其是赞江九合医院 贡献了近一半的收入 尽管成功率有所波动 但接养艾维艾夫医院的成功率高达65.5% 显示出地域文化对生育的影响 根据招股书未来不孕夫妇的数量将继续上升 市场需求依旧强劲 艾维艾夫的IPO不仅是资本市场的体现 也是中国生育现状的缩影反应问题的日益关注 网易报道称 转融券余额于9月30日正式清零 标志着这一业务在资本市场的暂时告别 转融券业务自2013年启动以来 曾在2021年达到高峰余额 曾在2021年达到高峰余额超过1800亿元 但随着市场下行及监管加强 该业务受到质疑并最终暂停 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监管 确保市场稳定 最终导致转融券余额在短短几个月内 从300亿元降至零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市场的波动性 也显示了监管机构对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视 在另一篇文章中 网易报道了破莱雅的管理层变动 副总经理侯亚梦接替创始人方玉友 成为新的总经理 破莱雅作为国货美装行业的领军者 近年来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色 2023年营收达到89 5亿元持续保持行业第一 但公司也面临着重营销轻研发的问题 研发投入远低于同行业其他品牌 随着侯亚梦的接班 破莱雅能否继续稳坐投保交易 吸引更多高端消费者 将是未来的挑战 最后网易还提到好历来 在北京开设的新中式创意酒吧 三月市 融 这是该品牌在宠物烘焙和奶茶之后的 又一次跨界尝试 酒吧融合中式元素 推出创意鸡尾酒 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 然而行业分析师对其长期盈利门密表示质疑 认为市场竞争激烈 且消费者的兴趣可能难以持久 尽管开业初期吸引了大量顾客 但酒吧的持续吸引力和盈利模式 仍需时间来验证 网易报道 华为宣布孟晚舟至2024年10月1日起 再次担任人职董事长 这是她第二次担任这一间 是公司长占任期间 是公司长占任期间 是公司最高领导 不责主持董事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孟晚舟的职业生涯始于1993年 利任多个重要职位 包括国际会计总监和CFO 还在推动华为全球财经组织架构的建设 和IFM-CIT变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认证非诚指出 文职CEO制度能够避免将公司的成功 寄托于单一领导者之上 从而有效纠正可能出现了偏差 确保公司的持续发展 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股市的表现引发了投资者的热烈讨论 尽管市场在9月最后交易日经历了波动 部分投资者选择卖出基金转而购入债券 导致股债双杀的局面出现 但是 许多人依然对未来的市场持乐观态度 认为政策利好和宏观经济预期的改善 将推动股市走高 分析时指出 央行的降息政策和各行业的利好消息 共同为市场注入了信心 境外投资者也表现出 对中国股市的积极态度 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多资金扭入 红星资本局的报道指出 近期多种中药材的价格出现回落 尤其是白族和联桥等价格层高涨的品种 市场调查显示 白族的价格已从年初的100元降至100元 降至100元 降至150元 联桥价格已大幅下滑至70元 店内人士分析 药材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供给增加 部分种植户盲目过种 导致产能过剩 市场库存量增大 随着新货的上市 预计价格还将继续下跌 这一现象反映了中药材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网易报道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在国庆节前完成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 吕自任成功连任董事长 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中 多位都是新当选 显示出公司高层的较大变动 吕自任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承担任多项重要职务 中国神华作为国内最大的煤炭上市企业 2023年实现营收3431亿元 净利润696亿元 职工人均薪酬亦高达52.7万元 显示出其在行业中的强大实力 在国庆党即将来临之际 影视股迎来了大幅上涨 多个基金经理对投资电影类公司的管 国庆假期内将上映多部大牌影片 市场对此充满期待 尽管影视行业面临短视频等新形式的冲击 基金经理们依然认为 寻找能够持续推出卖作影片的 优质电影公司是投资的关键 虽然市场整体情绪偏弱 但随着国庆党的临近 部分基金已开始逆势增持影视龙头股 显示出对市场复苏的信心 香港市场同样受到政策利行的推动 ETS交易活跃 成交量创历史新高 由于额股和港股的强劲表现 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逐渐恢复 机构普遍看好后续市场机遇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了支持 预计房地产和消费领域的政策 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发展 专家建议投资者在配置资产时 应均衡考虑价值类和成长类股票 同时关注高分红的国企股 和具有全球市场拓展潜力的企业 以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 网易报道中美两国商务部长 即将举行通话 讨论中美经贸关系 及电动汽车限制等问题 这次通话是两国商务部门的机制性对话 旨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创造互利合作的条件 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期 还与欧盟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交流 尤其是针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 电动汽车成为了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 而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 也希望通过沟通解决相关问题 《时代周报》的文章指出 把股市场在短短一周内经历了牛市的启动 三大指数大幅上涨 市值暴涨16万亿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入市 政策的积极信号和强劲的赚钱效应 使得90后云后投资者纷纷开户 市场成交额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交易的火爆 劝商系统频繁出现当机现象 显示出投资者的热情 分析人士认为 这波行情的背后是盈利预期上升 和风险偏好增强 未来市场仍有上升空间 但投资者需保持冷静 关注政策动向 对餐饮行业 网易的报道揭示了 日料品牌三回家的突然倒闭 引发了消费者和供应商的维权潮 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表达失望 许多人在品牌倒闭前 还未能消费储值卡中的余额 日料市场整体面临困境 消费者开始对高价日料产生质疑 转向更平价的品牌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许多日料店开始降价求生 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高端日料品牌纷纷推出特价套餐 甚至转型为自助模式 以期在新的消费格局中生存下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